上一个章节我们讲的是学员本身有他自己的控制台 我们现在这个章节要示范的是 讲师他自己要怎么去新生课程 我现在是学员的身份 我先按登出 好 那这个登录的画面里面 不管是学员还是讲师 他都可以从这个画面去做登录 那我现在用讲师的身份去做登录 如果你没有密码的话 请LINE我们 我们会告诉你这个登录的账号密码 因为直接公告在网站上会有一堆奇奇怪怪的人 把这个demo网站弄坏 那我现在用管理员的账号去做登录 让你看一下 那我目前的身份是最大管理员 所以我上面会有这个黑色的控制条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讲师 如果你购买是多人版的话 那你是一般讲师并不是最大管理员的话 你不会有这个 黑色的控制条 那现在这个讲师身份 他有自己的控制台 你会看到上面这个部分 跟一般的学员是相同的 但是他多出了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我的课程 就是他自己有开的课程 叫做我的课程 像这边 他开了六堂课程 然后公告 他发的公告会列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学员都会收到他的公告 然后勤款 就是这个讲师 他如果是多人版的话 就会有这个功能 单人版就没有 勤款的功能就是他卖出去的课程 他可以去勤款 然后管理员他去合可 发放这个转账给他 然后会有价格登记在这边 然后测验次数就是他可以去出测验 那这个是测验 他出了测验 学生去回答他的测验 然后讲师来这边做审核 再来是作业 他出了作业之后 学生可以来这边回答他的问题 并且上传学生的档案 比如说PPT Word都可以 然后讲师也可以去开 Zoom的会议室 那Zoom他有个API 我们说明书里面有讲到 如果去串接Zoom 所以在Zoom那边呢 你就不用再登入Zoom那边的网站的网页里面 直接在你这边串接完成之后呢 因为他有API串接的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去遥控你的Zoom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你什么时候开了什么样的Zoom的会议室 再来是分析 讲师可以看到你卖出去的学员里面 你总共做了多少课程 你的学生总共多少人 在这边 然后你的课程列表 这边可以列出来 里面有多少学生 每一个课程里面有几个学生 然后还有detail 更详细的部分可以去看到 这个课程 卖了多少钱 总收入多少 还有你的收益的部分 这边也有列表 还有你销售的部分 这边列出来 你的每一个课程是已经制作完成的状态 还是说未发布的状态 然后赚了多少钱 分论多少钱 在学生的部分就是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学生的资料 然后汇出的部分就是把这些分析数据 把它download成一个CSV的档案 让你用Excel可以去开启 然后在底下设定的部分 这边可以去更换你的头像 上传图片 然后这边可以去更换你的封面 还有底下的一些基本资料 你可以在这边做修改 这个名称就是账号 这个是不能改的 然后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去做修改 还有你这个证书 你要上传你自己的证书签名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上传图片 然后最后按更新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如果要重新设定密码的话 这边可以去做设定 目前密码要输入 然后再输入你的新密码 然后按重设密码就可以了 那请款的部分 就是看管理员给你什么方式去提领 目前 管理员设定了用银行转账 或者是用PayPal 那你自己就可以去选择 你想要用 银行转账方式 请管理员付款到你的银行 或者是使用PayPal的方式 请管理员用PayPal支付给你 目前在台湾的话 台湾人对台湾人是不能用PayPal 只能够用银行转账 社群个人档案的部分 就是你的社群个人档案的网址 就这样 然后按更新就可以了 OK 那这一节我们就来讲 讲师怎么去创建自己的课程 这边右上角有一个创建型课程 这边有课程标题 假设我用 人像摄影好了 然后关于此课程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写 这边有一个工具电容可以把它打开 会有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字 用不同的颜色去呈现 这是OK的 这是一个 类似World的编辑器 然后这边最多学员数 你可以设一个0 就代表没有人数限制 但是如果你要用预售的方式的话 比如说我要 挤满多少人 我才要开始开放这个课程的时候 那你可以设一下 比如说我要 20个人 你等一下可以观看一下前台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个课程困难度大概是适合什么样的人 假设说我这是很 初阶的 那你可以用初级 中级高级自己决定 或者是适用任何人都可以的话 就写任何人 然后注册到其实就是说 这个课程有没有期限 假设我现在输入0的话就是 永久观看的意思 然后这个课程是不是可以公开免费让人家看 一般我们要付费课程的话 当然是不希望公开啦 那要不要这个问答功能 如果你要启用的话 才会有昨天看到的那个 右边有个问答区 如果你不启用的话 就不会有那个问答区 好那我们先不要启用好了 然后这个分类呢 讲师不能够在这边直接新增 必须有管理员已经分类好了 那讲师在这边做选择就可以了 比如说选择商业 然后课程定价 如果是免费的话 他的前台就会变成 像这样子 注册课程的按钮 这是非公开 但是又不用钱 免费的时候就会变成注册课程的按钮 他必须注册的是一个免费账号 他就可以观看这个课程 但是如果 你在这边 选择了价格 然后输入了2000块 你有输入这个价格的话 那你的前台就会变成加入购物车 然后这边会秀出2000块 这是他们的不同点 但是如果你这边勾选免费 而且这边勾选 公开的话 那前台就可以直接登入观看 都不需要注册就可以观看 那我们先做这样公开好了 然后来示范一下 课程这边有一个缩图 你去上传一下你课程的缩图 比如说这边上传档案 然后去上传一下你的缩图 假设是这个档案好了 开启 然后上传这个档案 然后使用此媒体 好了上传成功了 OK 课程介绍要不要影片来做介绍 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上传缩图的时候 缩图会呈现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课程点进去之后啊 如果你有影片介绍的话 这个缩图这个区块会变成一个影片哦 那如果没有影片的话 他这边就一样把你的缩图放大 好我们来示范一下 假设我要迁入 Vimeo的影片 有一个Vimeo影片是这个好了 这是我已经上传到Vimeo的或者是你要放YouTube的影片 好先放一个YouTube好了 那就把YouTube的网址 插进去就可以了 那这边就是新增课程的主题啦 比如说 新增主题 然后再新增一个 影像 摄影 第二集 新增主题 每一个主题底下都可以去新增单元 这个单元就是要去新增影片 那也可以去新增测验作业或者Zoom的直播课程 那我们来先示范一下 新增单元的部分 比如说 D单元 然后这是课程内容的文字 可打可不打 如果打的话呢 就会呈现在影片的下方 这是课程内容文字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插入 图片 去上传图片 或者是插入你已经上传过的图片 那我随便插一张图片 等一下让你看一下 这个封面图片呢 就不建议上传了 用它预设的 播放箭头就可以了 好这个影片来源就是你的影片 课程影片 那因为课程影片我们都是付费的 所以我们就迁入Vimeo的影片 那你要先把影片上传到Vimeo去 然后再把Vimeo的影片的网址 插进去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要放YouTube也可以啦 只是说YouTube它就没有防护的功能 容易曝光链接让别人直接去分享 因为YouTube影片只要点击它的影片主子 就会连到YouTube平台去了 所以付费的影片我们都会放到Vimeo里面 好然后这个影片大概几分钟 可以输入一下 那有没有附件呢 假设有附件的话 附件可以是 PDF档或者是图片档 通通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假设是一个Excel档好了 然后就按上传媒体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有多个附件 另外一个我们用图片好了 上传媒体 好这样就有两个附件了 那如果你启用课程预览的话 所有的访客 完全不需要登录就可以观看这个单元 我们来更新一下单元 那这是第1个主题里面的第1个单元 你可以新增无限多个单元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集的第2个主题 然后一样我们来新增第2个单元 第2集的第1单元 这次我就不要输入课程内容了 直接放一个影片就可以了 放个影片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我的赞成档 所以我点了之后会跑出来 这是网页的暂存档 那你们自己要去你们的vimeo的影片 复制他的网址把它贴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我就不要启用课程预览 然后按更新单元 好了完成之后呢 底下这边我们目前不需要用到 好接下来的讲师是你自己嘛 好那这个Zoom是说 如果你想要在还没销售出去之前 就可以用Zoom 开会 让大家跟你联系的话 你可以去创建一个Zoom的会议室 那这是一个公开的Zoom的会议室 还没有登录就可以跟你沟通 然后这边有个课程的附件 刚刚的那个附件是单元里面的 那这个是课程的 会显示在最外面 我们来上传一个 附件好了 让你知道一下 这是上传这个Menu图好了 上传一下 OK 我将会学到什么 一个描述写一行 比如说比如说使用 然后换行 外门的使用 然后试用对象 然后课程的总时数 比如说这个课程总共有 两小时 你自己输入 教材包含 可打可不打 如果不打的话就不会出现 下载 需要什么条件 相机 那课程标签也是管理员必须先新增 然后你在这边才有的选 这个 结页证书 看你要用什么款式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 我就按用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勾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翻译错误 这个应该是直立式的 这个是横式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按发布课程 就按发布课程 你看他这边在 转转转了 课程发布完毕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去按预览 这个就是课程的前台 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刚刚有放入影片 所以这边会秀出影片 然后这个课程资讯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输入的 你现在学到什么 我们刚刚输入的 然后关于讲师 讲师总共有多少学员 讲师总共几个课程 这边都会写出来 那因为我现在在登录状态 所以他这边会写 开始上课 因为我本身是讲师 所以我可以看 这个课程 不会跑出 加入购物车的按钮 然后教材包含 这是刚输入的 具备条件 标签 读者 这是刚刚输入的 然后课纲的部分 就是刚刚这个 第1个主题 点开里面就有单元 第2个主题里面就有单元 然后这边是一个眼睛 就表示可以预览观看 这边有一个锁头 就是不能观看 必须要购买付费之后 才能够登录观看 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管理员 是讲师 所以我可以点开 那刚备注的地方 没有写 所以这边是空白的 在新增主题的时候 那个备注我们是空白 所以这边是空白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 第1单元 第1集里面的第1单元 我们刚插的是这一个影片 然后下面这边 总览的地方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 课程相关 这是课程内容 我们输入的文字 还有刚刚上传的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练习资料呢 就是刚上传的副档 在这一个单元里面上传的这两个副档 可以让学员去下载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学员可以针对 这一个影片 这个单元去加入他的对话 留言讨论 每一个人都会看到 每一个人的对话在这边出现 那魏语达我刚刚没有开启 所以这边的魏语达就不会出现 好 那我们把这个画面 网址复制起来 我用一个无魂视窗 当成完全陌生的访客进来这个网站 没有登录 然后他看到的会是什么 在首页的地方 就会看到新增的这个课程 然后看到课程讲师 然后看到注册课程 点进去之后 他根本不用注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 选了这个东西 公开课程 所以他连注册都不用 就可以直接 按开始上课 好那你看刚刚那个前台是一个缩图 可是进来之后有这个影片 如果你没有放影片 这边就一样是那个缩图的放大版而已 然后按开始上课 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课程内容 点开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按预览的话 他还是看不到这个锁头的课程 他还是看不到 那有注册跟没有注册主要差别 他有没有存在账号 在这个网站里面 但是一样都免费 可以观看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课程的这个编辑区来 把刚刚的这个公开 我们把它改成关掉 就是 公开本课程关闭之后呢 可是我们还是用免费 然后你按发布一下 发布之后呢 我们再去开启 这个课程的前台 这时候你会发现 刚刚的观看课程 就变成注册课程 可是因为他是免费嘛 所以他去注册之后啊 他还是可以去看课程 因为是免费的关系 那如果你没有注册呢 这边的课纲 这边 这个 这个因为是一颗眼睛 就是你不管有没有注册都可以看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差异 那我们再做一下修改 刚刚这边把它改成 要付费 然后发布一下 等它转完就发布完毕 然后我们再到 刚刚的 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他就变成加入购物车 然后会秀出价格 然后访客呢 就可以登入去购买 然后按加入购物车 好那这边有一个小bug要注意的是说 这边的这个小图片啊 他有可能会不会显示 那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 管理员要登入管理员的后台 然后找到这个商品区 的这个商品 底下这个商品图片呢 你必须自己去点一下新增商品图片 然后把 比如说我现在先删掉 然后设定商品图片 那个图片会存在 会存在 因为我们在新增课程的时候 都已经上传过了 只是说他图片 有可能会 没有同步到购物车商品 所以你就把它选取一下 按设定商品 这样子 结账的时候 这个小图片 才不会变成空的 这是一个 小地方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问过官方 官方说不会有这个bug 可是我测试去产生这个bug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也测试过正常的时候 就是你在新增课程上传的时候 他会同步 把商品区的这个 小图片也一起 同步过去才对 我也曾经成功过 没关系 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上传成功的话 就像刚刚的步骤去把它新增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回到首页去看一下 刚刚的这一个 课程 这边已经变成 查看购物车 2000块钱 为什么是查看购物车 而不是加入购物车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加入过了 所以这边出现一个 已经加入了 这个购物车里面 然后注意一下 我试着结账一次给你看 结账之后的结果快会怎么样 那我这边就不重新输入了 我直接登录 上一节已经有的这个账号 用原本账号去做结账 OK 他就带出来这个 之前结账过的资料 使用信用卡结账 输入卡号还记得吗 测试的卡号 然后日期显 大于今天的日期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木山码随便打 OK 送出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已参加课程里面 已经有两堂课了 这是上一节示范 这是这一节示范的 然后这边就可以去按开始上课 这时候你已经在登录状态了 那我们点这个XX 就可以回到课程页 然后我们再回到首页去看一下 这个课程的缩图这边 就会变成开始上课的按钮了 而不是加入购物车的按钮 也不是注册课程的按钮 因为你已经登录了 然后这边就会显示出课程的总长度 2小时3分钟 这边有一个人注册 好注意哦 我现在先 登出 登出 登出之后呢 我再回到首页来看一下 这个课程的缩图 他这边会变成什么 5 预定百分比 就是说有5%的人已经购买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 因为刚刚讲是在编辑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的最多学员数是设定的20个人 20个人 所以一个人报名 就等于有5%的完成率的意思 所以假设你课程想要做预售的话 所以在还没有买20人之前呢 这边还是可以继续购买 那你可以在课程介绍里面说 当这边达成100%的时候呢 你才要开放课程 或者是说 当你100%达成之后呢 你课程就要调到原始价格 可能是 2万块 但是你的预售 课程期间呢 是卖2000块 那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百分比 看到可能90%的就开始紧张了 购买的心情就越加的冲动 当然如果到达100%的时候呢 因为你是课程的管理员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 打成0 就是没有人数限制 然后再按发布 当你发布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前台来看一下 我现在是没有登录的访客身份 重新整理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你看他就会变成一般的状态 加入购物车的状态 因为没有人数限制所以就没有百分比的显示 那我们再来看他其实还有更多功能 刚刚这边还有一个内容管理 这边如果去启用的话 他还可以做到按日期安排课程的内容 就是每一个单元都会照顺序出现 就是你每一个单元都可以去设定日期 日期到的时候才能够观看 或者是 访客他一定要注册几天之后才可以观看内容 或者是这个课程一定要按顺序观看 或者是完成 完成其他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购买这个课程 这些功能你可以去灵活使用 所以他就会故意去设定注册几天之后才可以观看课程内容 也许在行前会给一些消费者的行前教育 或者他们要寄送一些实体的书本等他们收到之后 三天之后再开启这个课程让他们观看 这就看讲师自己的巧妙安排和行销的手法 最常碰到问题是说 讲师他如何再去重复编辑这个他已经上架的课程 一样 再到你的这个已扣买课程的地方 也就是回到你自己的控制台 讲师控制台 然后因为你是讲师 所以你会有一个我的课程 在这边就会有你所有你自己上架的课程 点击这个地方 编辑你要编辑的课程 他就会再回到该课程的编辑区 编辑完毕按发布就可以了 以上都是讲师的操作 如果你是最大管理员的话 上面会有这条黑色的控制条 你可以直接点击到控制台里面去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满满的完整的控制功能 里面你就可以针对课程 然后点击里面的某一个课程去做编修 如果你是最大管理员的话 你还可以去修改其他讲师的课程 比如说你点进课程的名称 然后你就可以针对这个课程内容 更细部的调整 或者是某些讲师他们出入错误 希望你帮忙调整的 那最大管理员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进来帮他调整 那记得 刚刚讲师直接发布的功能 你必须在 最大管理员后台的设定这边 要把这个开关启用 也就是允许各个讲师上传他们的课程 如果你这边关闭的话 那讲师发布课程之后 管理员就必须来审核 会多一个审核的手续 也就是这个画面 他会处于审核中 没有发布成功 所以你就必须来把它改成发布 会多一道这个手续 比较 要 好 懂 按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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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H